大家好,这里是TinyFu的胡说八道,我是TinyFu 今天我们聊聊被起诉的莫言和我们的舆论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可笑这个问题啊 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最近有一个叫毛星火的人 他声称要起诉莫言 他指控莫言的小说 《洪高亮家族和风乳肥囤,涉嫌抹黑烈士》等等罪名 要求法院下架这些书 而且向民族先烈,英雄先烈和全国人民道歉 并要求15亿赔偿,给每个中国人一块钱啊 然后这个事,这个事有他很搞笑的地方 第一呢,就是说 他的这种对这个莫言的书的这种声讨啊 其实法律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法律条文可以支持 但确实之前通过了一个叫做这个英列保护法 就是说如果一些文章或者一些书,一些言论 呃,侮辱了英列啊,这个确实算一个 呃,但是莫言的书算不算是这么严重呢 呃,这个可能不是你毛星火可以去评价的 或者说你可以去认定的 这个,这个不算是,应该这个不应该是一个自诉的罪啊 就是说,你知道有些罪是公诉的,有些罪是自诉的 呃,公诉的罪你可以举报 但是你没有资格个人去起诉 所以毛星火这个事儿现在是不是彻底结束了 还不确定 但是呢,呃,这个出版莫言书的这个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明确回复认为,呃,洪高亮家族没有问题啊 就是有这种半官方或者算是官方的这个,这个回应 因为中国的出版呢,实际上就是由版署啊 版号啊,和各大出版集团来,呃,联合的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更具体更细节的审核是在各大出版集团 呃,如果这本书啊,按照这个毛星火的说法 已经涉嫌到抹黑烈士的这些罪名的话 呃,这些出版集团也不敢出 那就算它出了呢,那这个中宣部啊 或者说这个出版署啊,这些也会去来解决 而不是,而不会就是流到市场上去,对吧 就是总的来说,虽然这个 我们知道作家写的东西啊 不见得完全是呃,政府喜欢的 或者是这个管理部门喜欢的 但是呢,呃,很多书能出版 就是说它大面上应该是过得去的 呃,莫言也好 还有很多中国的现代作家也好 他们有些书就完全不能出版 或者说出版了以后就被追追回了 那毛星火的这个这个声讨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这个事成立了 实际上也就说明曾经出版过莫言的书的一些出版机构啊 包括这个审树啊,包括这个审树啊 这个中宣部啊,他们都出现了严重的这个呃,执法或者叫审核的问题啊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那这个事儿就像让我想聊聊这个莫言啊 首先其实呃,我觉得莫言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物啊 比方说我们知道莫言有多重的身份 比方说他是党员 他是退役的少校啊 那在中国这个并不稀奇 呃,中国你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歌唱家是少校啊 少将什么的啊 这个我们知道的所谓的作家 有一些也是所谓的军旅作家 但这个军旅作家里头有一些这个军旅作家呢 他是写军事方面的作品的 有一些他就是跟军事其实也没有关系 莫言写的小说应该是没有什么跟军事有关的 呃,只不过中国过去 呃,现在可能也还有 就是有这种挂靠的制度 呃,当然包括有一些是专门真的写这个跟 写的这个小说跟军旅有关系的也有啊 但是莫言好像他这个少校 可能是跟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只是因为他可能是个作家 我这个细节我没有去了解 他曾经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然后呢,他在这个 很多学校都当过教授啊 他是华东师范 山东大学的兼职教授 青岛科技大学的课作教授啊 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就是他有多重的身份 而且他的大多数身份 呃,都还是有点体制内的 就不管是作家协会的主席啊 还是各个大学的教授这些职位 呃,虽然大学教授里里也有一些非体制的 或者说,但是主流来说 如果你能在多家大学任教授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也是呃,体制认可的人 特别是莫言本身还是一个党员 但是莫言的作品呢 其实一直都是有争议的 我们可能呃,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 但是实际上呃,最早的时候 其实莫言的作品的争议 可能表现为张艺谋的争议 呃,张艺谋今天啊 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国师 或者说张艺谋已经是一个 呃,没法去challenge的人了 因为他的名声也好 呃,他的所谓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好 他在这个所谓的中国电影史上的 这个地位啊,第几代啊 是第四代还是第五代 呃,所谓的领军人物之类的 然后包括他已经去 呃,他去这个导演过 这个奥运会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 就是导演奥运会 其实就是官方认可的一个 或者说给 给官方服务的一种行为 对吧,就是 就是当年张艺谋 其实因为红高粱 在中国 呃,和在国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特别是在国外拿了奖以后 呃,实际上是 在国内其实有很多争议 很多的争议的方向 可能到今天还再有类似的争议 就是说张艺谋描写的这个中国 或者红高粱里头描写的这种中国 是真的中国还是丑化中国去 博取西方人一笑啊 或者说去呃,媚俗这个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视角 首先其实莫言自己就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啊 呃,这个这个中国人 而且是可能是年轻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农村长大的 张艺谋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海外背景 年轻的时候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背景 他也是从这个做摄摄像出身的 呃,这个我们可能知道 这个张艺谋是做摄像的 然后那个冯小刚以前是做美工的 就是做电影的美工的 就是他们其实都是 其实说起来都是比较土的出身啊 然后所以他们做的这个电影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乡土的 红高粱当然不是中国的全部 但是它是中国比较乡土的一个部分 那张艺谋其实可能拍的比较像的电影 还有菊豆和大红东冷高高挂 呃,这个活着也是张艺谋拍的 但是活着 虽然也算是农村 但是我觉得余华的这个这个原著 和这个活着的这个电影 跟这三个电影还不是特别像 但是我觉得就是张艺谋在那个时期 受到最大的批评的这三部 可能就是红高粱 菊豆和大红东冷高高挂 其实这三部的原著呢 红高粱的原著 就是莫言的两本小说啊 一个是红高粱 一个是高粱 一个是 应该是九国吧 这个这个这个小说 然后呢 菊豆的这个呃 原著实际上是一个叫 刘恒的作家写的福西福西 呃,大红灯灯高高挂的原著 其实我是看过的啊 因为莫言的呃 这个红高粱和那个九国我没看过 呃,其实电影我也没有没有看完过啊 呃,菊豆我也 我其实本质上没有看过 但是我看就是 这些东西你 你就算不是真的去看这个电影 但是你在 各种纪录片啊 各种这个 聊电影史的文章啊 什么里头 你是不停的会看到这些东西的一些画面啊 一些一些细节 呃,大红灯灯高高挂 实际上我是看过原著的 这是苏同的小说 气切成群改编的 但这三部电影 我觉得可能张艺谋拍的风格比较接近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张艺谋的最大的一个被批评的点 就是他拍出来的呃,中国是一个落后的 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 或者是呃,土里土气的 怎么这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这样的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呢? 呃,其实就是很多批评张艺谋的人 呃,不去思考的问题 今天这个毛星火对呃,莫言的很多批评哈 你基本上是可以在当年张艺谋被批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 那当然还有一些新的东西 比方说抹黑烈士这些 呃,一个是有了英烈法以后 一个是呃,就是 其实莫,莫言的 我大概知道莫言的一些小说里 呃,的,的这些内容 但是我觉得应该达不到侮辱先烈这个这个级别 就是说有没有对这个抗日战争啊 或者对这个战争中的一些呃,问题的批评 或者什么什么的 其实这样的电影呃,呃,就是 就是一个能看的电影 应该这么说 哪怕是我们认为呃,最那个呃,最政治正确的 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啊 呃,这些都是天天甚至当做教学片去拍的 呃,去播放的这里头 其实他也是要写一些矛盾冲突 包括军队里头的一些这个腐败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呃,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类似于叫什么 就是官僚主义啊 呃,当然也有一些描写军队的一些 一些一些矛盾和问题的电影 现在可能不让放了 比方说高山下的花环 应该是聊那个对月自卫反击战的啊 呃,或者叫中叶战争的 然后那个好像后来就不怎么放了 但那个当时大家认为是 嗯,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这个 对对对对当时的现状描写的比较好 但是后来好像不怎么放了 应该还有什么凯旋在子叶啊 后来可能也不怎么放了 但这个的主要原因可能都是因为这个 呃,跟越南关系的问题啊 呃,在中越战争结束以后 呃,中国和越南的关系的恢复以后 好像这些描写当时跟呃,中国和越南打仗的这些事情 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吧 可能就变得敏感起来就就不怎么放了 呃,但是这些年张艺谋可能基本上被彻底洗白了 就是哪怕今天有人开始批莫言 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人说 你看莫言的这个 这个这个小说有问题 那么特别是这个洪高亮家族这个小说嘛 有问题 那么那么由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又没有问题 好像就没有人在 就是这个毛星火他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事很好玩 就是我明天可能想做一期关于这个农夫山泉和这个娃哈哈的这个这个视频 其实也会觉得有这种比较恍如隔世的感觉 就今天你很多人去批评中山闪的去批评这个中树子的这些话 你如果去翻一翻这个几年前的这个互联网上 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宗庆后也被批评过 宗福利也被批评过 就是宗福利还没有回国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 你看宗庆后的女儿在美国留学等等 就是所以宗庆后更爱的是美国之类的这种批评 还有包括今天批评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听着很荒谬 你看这个实际上莫言真正得大名啊 最早得大名 其实可能跟张艺谋拍的这个洪高亮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但是今天有人批评这个莫言 但是可能没人敢去骂张艺谋了 因为张艺谋已经是一个挂牌的国师了 这种拍过这个就是做过奥运会的导演啊 这个级别的国师了 那更好玩的一件事啊 就是或者说我我我今天为了做这个节目去查的一些资料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莫言是一个非常火的作家 很赚钱的作家对吧 因为经常听说莫言的小说排在什么什么排行榜的前面 但是我前些日子看了一个访谈 徐子东和于华还有谁那个可能是那个谁 我记不清了 就是提到一件事 但是说于华的这个活着 还有于华的几本小说长年排在各个排行榜的前列 我后来有一次我去那个我去附近 因为我很喜欢于华的小说啊 于华的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 可能最近有一两部没看 可能最近最新的那部我可能还没看 但是什么第七天兄弟我都看了 更不要提我觉得他更经典的更更老的一些小说 我都我都看了 我都很喜欢 但是于华的这个书去 我上次去那哪儿 就是那个呃 西西福 我们附近有个西西福嘛 就是我还专门去看了西西福的排行榜 于华的活着好也排在最前面啊 至少是第二还是第一啊 记不清是哪个 但实际上呢 莫言当然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作家 而且并不是说最近这两年才有名的啊 就我在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印象风乳肥臀这本书刚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大新闻 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互联网 呃 但是你在到处都能看到风乳肥臀是个大新闻事件 为此我当时还在书店里翻了两下风乳肥臀啊 很厚的一本书 没没看下去 而且这个题目会让我以为 它是一本讲什么什么呃 这个那种方向的东西啊 但是实际上据说不是啊 我最后也没看 到现在我也没真的看 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了解这本书 但是实际上就是莫言其实也是一直很有名气的 因为他不仅是拿了诺贝尔奖 他其实在国内的各种奖项 其实也拿过非常多的奖项 呃 他也不是说只有到了这个2012年拿了诺贝尔奖才出名的 但是呢 呃 国内有一个叫作家富豪排行榜 大概是从2006年到2009年一直在办 我不知道后来还没有没有办 但是我能查到的数据 呃 在wikipedia上查到的数据是从2006年到2019年的数据 这个数据里头我会发现这13年里头啊 莫言只上了四次中国作家排这个富豪榜 呃 2006年的时候呢 他是第二十名 呃 他这个榜不是只有十名啊 他其实很多的呃 莫言这个第二十名还不是那个榜里最后一名 到了2012年他这个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他的这个他就排到第二名了 这从2006年到2012年之间他都没有上过榜 除了2006年上过一次榜 2012年到了第二名 2013年又到了第二名 但是到了2014年他就只有第13名了 到了2014年以后他就没上过榜了 而这个20我就不念所有的榜单哈 但是2019年的时候呢 刘慈欣拿的是第一名 于华拿的是第二 就是于华好像呃年年都能拿奖 于华的小说我觉得阅读起来更好读一些啊 因为我其实还没怎么读过莫言 呃 我不能说莫言的就一定不好读 但是从我读别人的小说来看 于华啊 苏同啊 呃 这个王 王小波王硕的 是我觉得读起来比较舒服的 有一些作家的这个小说 呃 风评也很好 呃 内容也很好 可能 但是我可能读起来觉得没有那么好读啊 我毕竟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这个这个文学爱好者 我我看很多文学的书或者小说什么之类的 还是以个人 呃 兴趣为主的 呃 所以 所以所以莫言其实 可能我们人人都知道他得了诺贝尔奖 然后得了诺贝尔奖以后 所有人对他的关注度都很高 而当时又出现了很多新闻说他的书卖的很火 呃 当然这些年 呃 莫言的知名度当然也是不断的攀升了 但是呢 实际上从这个作家富豪榜来看 就是他真正从版税上得到的收入呢 也其实也只有刚刚得诺贝尔奖那两年是最明显的后面就不太明显 当然后后来这个作家富豪榜很多人都批评啊 就是排在前面的有很多人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作家 有一些是所谓的网络作家 有一些是网络写手 有一些是认为很多人认为是那种就是写鸡汤的就类似我这样 或者说写那种呃 所谓的畅销书或者说不入流的书的人呃 但是反正2019年的榜单里头至少刘思新排在第一 宜华排在第二呃 虽然刘思新的文学性可能被很多人看不上 但刘思新作为科幻呃 方面的比较比较代表性的作家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啊 余华的东西我我是非常认可的 我一直非常认可余华的东西 我是非常喜欢看余华的东西 但是我虽然没有怎么我曾经一度想去看墨言的书 但我一直还没开始看 呃 但是我去看了很多于墨言的书的介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墨言他也有很多呃 贴近时事或者说他呃 去写一些社会阴暗面的东西 但是有的可能就被当时可能也会被禁 或者有的可能就呃就怎么怎么样 就是也也其实从开端来看 墨言有一本这个红高亮是这么火的电影 呃这么有名的在中国电影史上都都都留下名字的这么一个电影 但实际上墨言的这个小说我查了下可能只有四呃 四本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啊 那可能2012年德勒班尔奖以后呃有很多可能 影视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 但实际上呃 可能他的被改成的其实还是不够多啊 还是不够多 其实还是不够多 但是余华是不是也只有活着被改成电影了 而且活着实际上也被禁了 对吧 那最后我们想聊聊说文革到底会不会再回来啊 我前两天在油管上听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徐子东的演讲 呃他讲的两个点我其实蛮感慨的 第一个点就是他讲说有很多同学去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很多书都在讲文革的时候 老干部科学家啊 还有这些文化人受到的折磨啊 比方说被打倒啊 被送到什么干校啊 呃被去关到牛棚啊 或者是加边沟啊等等等等 就是有大量的书是写这个东西的 然后呢这个同学就问说 那文革的时候普通老百姓的禁欲到底怎么样 呃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没人写呢 还是说呃大家不关注文化人不关注 这个普通老百姓在文革中的禁欲 呃徐子东讲的还挺有意思的 呃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 因为我也是会发现看很多书的时候 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讲 包括也有人说说你看文革的时候 你不要看这些这个被打倒的人怎么样啊 但是普通老百姓受到的影响并不多 但其实呃我我当然我也我也因为这个特别群奋过我父母啊 就是说因为我父母也是经历经历文革 就是说我们在四川老家文革的时候 他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或者我们的家族 有没有受到巨大的影响啊 其实我们家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啊 但是呃他们作为普通农民和我爸那会当过兵啊 呃普通的这个这个当兵啊和工人 这说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呃但是我在看这个 我我我我在看这个于华的兄弟的时候 其实最让我心惊肉跳 或者最让我呃呃 记忆犹新的就是呃 这俩兄弟的那个那个爹啊 就是其中一个人的后爹对吧 呃他其实是一个 我我我我也看了很久了 现在也说不得说不了那么准确 就是说他其实是可能是一个英俊 潇洒高大的一个汉子 但是一开始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类似于是受益者 因为他是贫农啊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成分好 然后他呢形象也好 所以呢 呃如果大家去逗这个地主啊 或者干嘛的时候 他就是排在前面 呃他他就 就是我我觉得你至少文革初期吧 有很多人可能也是纯真的啊 虽然我我不认为文革所有人都是纯真的 呃我认为90%的人 其实在里头呃就是去批斗的人 批斗他人的这些人 90%其实是呃 斜这个呃势头去行自己的恶念啊 而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被这个伟大领袖一声呃喊就忽悠的呃 纯真的天真烂漫的没有任何坏心眼的只是为了改造社会就这么去批斗这些呃 呃什么走自派啊等等的但是于华在这本小说里头写的让我最最深刻的部分其实是呃这两个兄弟的这个爹然后 后来被发现他的父亲好像还是他的爷爷曾经当过地主啊就是曾经当过地主后来破产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他自己就被打倒了最后就死在这个呃被被虐打和被折磨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最可怕的是死了以后因为他个子非常大 然后他的他们的母亲去买棺材的时候买不到大的棺材呃 呃竟然不能把他的身体整个放进棺材里 最后这这个失去了丈夫的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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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不得不把自己的老公的腿打断然后把他买到了放到了棺材里头最后把他给埋葬了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部分是整个厚厚的两本的兄弟里头最让我震撼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在这个故事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呃你叫什么呢叫绞肉鸡或者叫死亡螺旋 就是一旦进入到这个里头以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 也许你一开始是想去绞别人的也许你是天真的也许你是烂漫的也许你是带着坏心眼的 但是进入到这个绞肉鸡以后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那么当然不是文革中所有人都这个结果但是有很多人都是这个结果 如果你听过于呃这个秦辉老师讲的这个文革的有他有一个很长的视频 可能大概名字叫什么文革的呃四种描述吧 就是就是讲文革中的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他们对文革的描述和对文革的呃一些这个理解 这个里头其实也也也也也也听到了呃很多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或者什么的部分 就是特别是呃有很多可能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文革结束以后改开以后的去回忆文革的东西里头 其实呃确实最大量的是在写那些被呃呃被错误的或者冤假错案的被打倒的这些官员和这些科学家什么什么的故事啊 但是呃一些普通人他们可能在这个在整个这个运动里头被翻来覆去的裹挟 有的时候是他们主动参与他们去呃获得这个阶级地位的跃升因为可以突然造反了 他们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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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个一个农民一个贫农 突然之间他们翻身做主人了他们可以去去打倒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但是在整个文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城头变广代王旗一开始对吧 林彪对吧是四人帮等等后来林彪也被打倒了 整个在文革的这个过程中呃这个这个谁上谁下左和右各方面的这种博弈其实是翻来覆去的 那么很多一开始参加文革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遭遇 有的就开就开始被自己裹挟进去同时自己行行了恶念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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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所裹挟 所以我我一直在在想说我认为文革他就是一个绞肉机谁也不知道他会绞到谁的这么个绞肉机 当然有的人是很幸运他可能在整个文革中都没有受到冲击 甚至得了高位啊就有点像那个好像是那个福龙镇里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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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溜子是吧 应该是呃运动来了他就变成了当时的什么书记还是什么记不清细节了 结果等到改开了以后他又回到一个二溜子的状态 但是等到呃开始有点什么风吹吹吹他就会到时候去喊呃运动又来了运动又来了 他就期待就是他能活到回到一个那个状态 但是大对大多数人来说呃对大多数呃很也不是大多数吧 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个绞肉机 你是不知道怎么裹挟进去的也许是你自愿的也许是你天真烂漫的 也许是你就是心怀恶念的但是你一旦进了这个绞肉机不知道是谁被绞死 就这个状态包括其实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很多人 其实他们一开始可能是帮着呃主席去打倒别人的打着打着他们自己就被打倒了 就是这个林彪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但其实林彪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 就是整个文革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徐子东的那个演讲里头 他讲了很多 其实我也知道但是呃 我们一般不会理解成文革之恶的东西啊就比方他讲的实际上就是说 在文革时间他们去下乡见到的农民的困苦啊 其实呃文革当然这这也不完全是文革的问题啊有大跃进啊反右啊 整个这个四年以后就是在文革前和呃 改开特别是改开前吧就是改开前的各式各样的呃 啊事情里头中国的这个经济在文革中间彻底走到一个崩溃的边缘啊 那么就是在整整个这个过程中有有各种情况 但是你可以说呃文革他说打倒了一些这些这个官员啊打倒了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啊 但是普通所有的普通老百姓也都是这个整个社会失序的这十年啊 整个这个社会政治不知道怎么去发展 然后整个这个社会失序的这十年 包括前面的这个大跃进啊等等的这些这这这这些时间带来的这种贫困 社会不稳定社会的倒行逆施带来的这种国家倒行的倒行逆施带来的这种贫困 这是其中一部分 再有就是呃徐总讲了当时还出现过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呃当时他们需要大干水利还是什么 就是所以需要大家都出工出力 但是呢实际上当时那个农民他们的这个营养非常跟不上 可是他们家里都养着猪但是要杀猪的话呢就必须 呃就不是必须啊就是说就是没有这个书记 没有大队书记的条子是杀不了的 呃那当时徐总他们就干了这件事去帮助这些农民去要了这个条子 但是在那个年代和就是当后来中国这个杀猪啊 也不允许自己杀但是那个年代私自杀猪和这个改开以后私自杀猪其实是两回事啊 那个年代就是你如果干了这种私自杀猪啊或者说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很多事啊 你可能是性命之灾啊 我爸我其实以前聊过一些就是我爸当年在部队的时候呃就曾经因为一个今天看起来非常荒谬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所谓的倒卖粮票最后就被就被就等于丢了工作啊 他本来其实他们他已经是在部队里干了很多年呃他已经可以在部队里头慢慢的提干乱七八糟就是可以就是就是就退休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个是是个连长或者是是是个团长之类的那种 就是呃但他我我的意思是他当时并不只是个班长啊只是个班长排长但是就说他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是因为呃部队里发了一些粮票一些布票啊 然后他呢省吃检用存了一些粮票存了一些肉票存了一些布票到回老家之前他准备从部队回老家之前他到附近农村呃有人说我这可以换粮票换布票他就去换了他想给 换点肉票给家里头买点肉烤过年就这么一个今天听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把他的整个在军队的本来已经非常顺利的这个生涯给打断了啊 否则他也许就最后能能变成个团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团长连长之类的他本来在军队里头呃干的还不错啊但是就就这么突然之间就被批斗然后最后只能退伍就是这么个故事 在整个的这个呃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徐子冬聊的另外一个点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讲说呃在中国啊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呃我们说解放以后吧就是我们说解放以后但是中国古代历史这个文字欲什么的是一直都有的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但是在解放以后呢其实可能呃主要也是反右啊文革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就是说写书写小说可能是一种反革命罪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最早就是这个我们习主席的父亲他可能就被这个事连累了 就是应该是这个习主席的弟妹好像是还是反正是一个亲戚写了一本小说就是刘志丹因为本来这个刘志丹也是跟习仲勋多年的战友嘛 这个小说后来被指控成是这个用小说反党呃的这么还当然还有这个这个海瑞罢官啊等等的这些这些文艺作品 在文革的时候都是被当作反革命级别的罪行的呃所以在中国在文革的阶段吧就是对各种文化的产品他其实管得太严了就是对小说呀呃所以在整个文就是在改开的时候我们表现成呃这个海外的电影美国的电影美国的电视剧我们最早看美剧其实改开以后就有美剧了并不是到了这个 最近这这十几年才有美剧的对吧那么包括包括包括这个金庸的小说啊呃这个穷瑶的小说啊呃然后习慕容啊什么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港台文化啊呃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国文化啊或者全球的文化啊为什么有一个涌入到中国的状态 其实就是因为在文革的时候你写本书就有可能是个反革命罪呃在这个状态下中国的整个文化行业也是一个断层 不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就是文化就就别说崩溃的边缘文化就彻底被割裂 你来回来去提文革的这十年你如果从文化产品上讲你只能提呃什么八个样板戏之类的东西还有少数几个电影 为什么原因就是说在整个那个阶段呃没有人敢写写东西或者说没有人敢发表或者也没有人能发表 是这么一个状态徐总讲说改开以后其实呃一开始对这帮小说作家也管得相对严就比方说像今天莫言他们呃被指控的这种小说可能在改开初期可能也是有危险的 一本小说如果有了很大的争议这个作家也有可能会出大的问题 但是徐总讲过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以后中国的这种呃文艺作品的这种控制就变成说责任是在出版方 也就是所以说出版行业啊或者是这个中宣部啊或者是这个版署啊或者是这些出版社 他们对书的审查变得更严 但是呢作家是有相当大的创作自由就是你可以写本书你的书有可能是被禁 但是你被禁你就被禁了 就是说你自你个人的呃这个这个生活呀或者是你的一些呃不是绝对的啊但是不是绝对的 就是还是有很多呃作家写了一些禁书以后受到了一些冲击 但是慢慢的在中国慢慢的走向了一个相对更文明的做法 就是说政府不喜欢你的书或者不喜欢你的书表达出来的呃这种政治倾向或者是价值观的话呢 那么你这本书可能没法出版 但你这个个人你该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呃像有很多出过就是有很多中国著名的呃作家啊 就是像莫言这个级别的像于华啊莫言啊呃这个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长篇小说作家啊 中篇小说作家他们其实都有都写过被彻底禁掉的书 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本书被禁了就禁了 下本书能发就能发就是在这么一个 这也不是明文规定啊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其实表现成相对更文明 但是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走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就走到像文革那样就是一本书写的不好或者是呃或者是写的很好 但是你觉得不好那么就变成了啊这个人的罪过的话那么中国可能又会走到一个文化的巨大的断层年代就是文革就是这么一个年代 我在看秦辉讲文革包括我看了一些别人的讲文革的书呃和一些文章和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最大的一个一个感慨的点就在于 其实今天中国改开呃这么几十年的呃以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的原因在于 在文走出文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 中国走出文革将走向哪里 这这是当时埋下的一个问题 比方说当年很有名的一本书好像叫做争鸣还是叫什么 还是叫不是叫争鸣吗 呃叫争锋好像是我忘了就是讲这个呃 邓和这个陈云的矛盾的这种文章啊 当然这个这个书是不是百分之百对我们也不去讨论 但是邓和这个陈云有路线之争 其实这个是呃官方和这个这个民间都大概有的一个共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在中国走出文革的时候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呃就是中国人或者说所有的中国的各种阶层 你不管是官员还是呃这些这个作家文化人 还是这些老百姓对吧 可能可能有一些人比方说四人帮 他可能不想走出文革对吧 但是大多数人是有一个共识的 这是为什么文革可以结束的原因 或者说我们可以走向改开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的所有人都不想回到文革 但是 现在的很多人 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了 这个是我对中国文化啊 非常感到悲哀或者非常担心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一个经常 就是有句话叫智者不入呃不是不入爱河 应该是智者不会重复掉进一个坑两次 或者是不会重复掉进一条河两次 但是我们是一个特别喜欢在一个坑里头反复跌倒的民族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了谢谢大家这期节目做到这里 敬请大家转发 敬请大家评论 如果大家不转发 我的内容就没人看 我就没有这个动力做更多的那种 谢谢大家再见